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价值比较更高一些 它可能也不一定说像野牛也就是三辆主弹坦克 你像中心灯毒体如果能够搭载一辆主弹坦克 这种50灯到60灯级的一辆主弹坦克 它也基本够用 NCAC就是大一辆主弹坦克 当然它现在的下部改进了就更能够体现这个 你像它现在美国人用的叫SSC 就是传岸的连接器或者叫建岸连接器 按键连接器就按到 建到按的连接器 就是这个它简称叫SSC 就是取代LCAC的这个中心侵电灯毒艇的 实际上它没什么大的变化 就技术上更好了一点 比原来稍微提升了一点 就是作战用途 可能这方面都没有太多的实质性变化 是换代 但是这个代际的变化 也不像过去的那些像战斗机 二代机和三代机那么明显的那种变化 但是它的综合能力的话 应该说还是不错的 它下部要换 它可能一年就是造个7艘左右 计划要造7日来收这种 就把现在的LC LC AC全部都换掉 就替代品 替代它 替代它 当然它这个可能未来还有空间 因为像日本它也有ACAC这个气垫登陆艇 所以它将来有可能会有出口 其他的欧洲国家可能也会少量的满一部分这种艇 所以这个中型的气垫登陆艇和两栖空气舰 两栖船船登陆舰配合使用的话 这可能是更好的模式 但是从登陆作战的大的长远发展来说的话 应该是走向直升计划 就是空中的垂直登陆投送 一样两栖空气舰 它就以直升机来快速的投送兵力 那可能更好一点 而且你一般来说的话 登陆作战最大的一个难题是叫做背水攻坚 我后面是水 我前面是敌人的抗登陆体系是非常完美的 因为他要考虑到登陆抗登陆最大的问题 我是完美的一个阵地体系和兵力体系 火力体系来等着 而且是以役代劳的 而且你这个要上岸 你是起码你要来在海上颠簸了 就是比较累的过程当中 没有休息的摊头 没有休息的人 那是一路颠簸过来你再干活 我是在这一代劳 你是背水攻坚 我是贫血聚首 所以这样的一个对抗是完全不对等的 登陆作战是比较困难的一个作战行动 应该说它的条件各方面 像诺曼里登陆 它是准备了很长的时间 才能够去组织这个 而且是在德国已经江河日下的情况之下 已经在东部受到苏联的巨大的压力之下 它已经没有多少的能力情况之下才实现 而且诺曼里登陆也是付出了惨重代价的 死伤也是非常惨重的 所以这个是很艰苦的一种作战行动 从长远的发展来看的话 登陆作战的话慢慢的会 传统的登陆作战肯定已经推出了历史舞台 就是新型的这种垂直的多维度的这种 联合的这个登陆作战体系 会可能更易于实现一些 而且从空中的 从水下的多角度的这种进入 可能是一种新型的一种方式 当然只要有两气作战这种方式存在的话 可能这个平面的这种登陆 或者是这个超越式的这种 就是水面的超越式的这种 欺骗登陆艇这种超越式的登陆 可能还会有它的价值 所以这个是一个综合权衡的发展的一个过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就是这个阶段 全体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